第四十五届反堕胎游行为生命游行 March the Life今天在华府举行 副总统彭斯在白宫玫瑰圆欢迎参与游行的部分筹办人 参与者宣称川普是美国史上最尊重生命的总统 川普则以直播方式向集会群众演说 承诺人类捍卫宪法保障的生命权 1月22日是1973年 美国最高法院对罗素维德案 ROEVS WADE做出判决的日子 该判决为美国堕胎合法化落锤 OSBGO等于WIADOWADSBYGOGOGLE 都是全美反堕胎团体从74年起于华府集会 举行为生命游行 但历仁总统、副总统都未出席 去年这场游行在川普 就之后举行 总统推文支持 彭斯并亲自出席集会 成为历年来首次再次活动演讲的副总统 川普在美国原演说并以直播方式 在为生命游行大会上播放 也是史无前例 川普演说是高举反堕胎立场 也谴责具有争议性的怀 运晚期堕胎是不对 必须要改变的 川普发言前 卫福部宣布 政府撤销了 奥巴马政府所制定限制各州队 提供堕胎服务医疗机构 采取行动的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指导方针 成千尚莫名来 自美国各地的教会学校 宗教团体 反堕胎组织人士举驻 我支持生命 我替胎儿的人 全发声等标语 从华府市中心的国家广场集会后 走向宪法大道 集穿普大酒店前B州大道 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 蒙哥玛丽的高中女生 演说师称 金恩博士领导民权运动 他加入的是唯卫出生者的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 Match for Unborn Aspi Lugo等于 W-I-A-D-O-W-A-D-S-B-Y-G-O-O-G-L-E Bush 大游行主席曼西尼 Jane Mancini称 从川普总统 第一天上任开始 就实行其尊重生命的竞选承诺 积极保护未出生的生命 川普今天宣布 1月22日是 人类生命日 N-A-D-I-O-N-A-L-S-A-N-C-T-I-T-Y-O-F-H-U-M-A-N-L-I-F-B-D-A-Y 来源 世界日报